早安YouTube,我们今天的主题是DNA数据库 作为总结,我们将回顾DNA数据库的作用 这些数据库作为DNA配置文件的集合 用于各种目的,例如破案、识别失踪人员和调查父子纠纷 DNA数据库的使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已经产生了广泛的观点和意见 批评者认为、收集、分析和存储DNA样本的成本高的令人望而却步 如果你是新来的,欢迎 我们是一群退休教授分享生命科学的小视频 让我们深入探讨今天的主题 引入DNA数据库 DNA数据库是DNA图谱的集合 可用于多种目的,例如破案、识别失踪人员和调查父子纠纷 近年来,DNA数据库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被予为执法和法医学的有利工具 然而,DNA数据库的使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已经产生了广泛的观点和意见 破案能力 DNA数据库的主要优势之一是他们破案的能力 当从犯罪现场收集DNA样本时 可以将其与数据库中的配置文件进行比较以识别嫌疑人 这在传统调查方法,例如指纹分析 未能产生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特别有用 此外,DNA数据库还可用于将以前认为无关的犯罪联系起来 识别失踪人员 DNA数据库的另一个主要好处是他们能够识别失踪人员 如果有人失踪,可以从家庭成员那里提取DNA样本 然后与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比较 这有助于确定被发现死亡或活着的人是否确实是失踪者 亲子纠纷 DNA数据库也可用于解决亲子关系纠纷 当一个男人否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时 可以从男人和孩子身上提取DNA样本 然后通过比较样本来确定这个男人是否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隐私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观点是DNA数据库引发了重要的隐私问题 批评者认为,个人应该有权控制自己的遗传信息 并且DNA样本的收集和存储侵犯了隐私 人们还担心政府机构或私营公司可能滥用DNA信息 这可能导致歧视或其他形式的虐待 此外,还有人认为 有些人可能更有可能在数据库中拥有他们的DNA 例如有色人种或低收入人群 这可能导致重逐或经济偏见 重要的问题 DNA数据库并非万无一失 根据历史案例可能会导致错误定罪 在某些情况下 DNA证据可能会被错误处理或误解 从而导致无辜者被定罪 这突出了对处理DNA证据的人员进行适当培训和教育的重要性 以及对DNA样本的收集、分析和解释制定严格协议的必要性 资源密集型 DNA数据库过于昂贵和耗时 无法实用 批评者认为 收集、分析和存储DNA样本的成本高的令人望而却步 资源最好用于其他形式的调查 此外 有人认为DNA分析的过程可能很耗时 而且结果并不总是可靠的 结束语 总之 DNA数据库是强大的工具 可用于多种目的 例如破案、识别失踪人员和调查父子纠纷 支持者认为DNA数据库是执法和法医学的宝贵工具 而批评者则对隐私和滥用DNA信息的可能性表示担忧 因此 以合乎道德和负责任的方式实施和管理DNA数据库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